大家好我是舞秋風 我們今天來講酸神 你可能不知道的十件事 我們開始吧 首先第一點 被酸住的生物 無法阻止它自然消失 不要以為酸住它 它就不會消失了 或像是什麼 丟東西給殭屍拿 殭屍就不會消失 這種事情不會在酸神上面發生 酸住了 該消失的時候 它還是會消失 所以不要用酸神 酸神就是讓你酸生物的 不是讓你阻止自然消失的 第二點 我們的雙神剛加入遊戲的時候 叫做 江神 連英文都不太一樣 其實在那個什麼 材質包裡面很長一段時間 都是叫江神 還有我這是什麼空氣酸 你仔細看一下 我們江神的話會發現 我們江神的顏色 早期就比較淡 這個我就不解釋了齁 這個空氣酸 讓我覺得太搞笑了 根本沒有拿在手上啊 等一下看一下 哪有拿在手上啊 第三點 我知道大家很想酸村民喔 其實在酸神剛加入的時候 1.6.2之前 是真的 可以用酸神 酸住村民的 這個方法呢 要在多人模式之下齁 當別人打開了 村民的GUI交易介面的時候 你用酸神 點村民就可以酸住他囉 現在嘛 就是要靠指令了啦 第四點 我們的酸神 用指令戴在頭上的時候 放的位置跟一般的不太一樣啊 戴的位置比較像是 單片眼鏡 就上眼睛前面啦 對 詳細還有其他物品 帶的位置不一樣的 我也有拍成影片喔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第五點 我們拿酸神酸動物 如果距離地面 七格高的地方 把他綁起來齁 那個動物 不會站在地平面上 會被江神拉起來啦 啊這樣都不會死 你們也太強了吧 不管他是一格高的動物 還是兩格高的動物 七格之後都會被拉起來齁 第六點 坐在船上面的生物 是可以用酸繩 直接把他拉起來 不需要破壞船齁 如果你擔心打到這些小生物的話 你可以用這招啦 保證他們的安全 不會移動大半天之後 被自己失手打死 第七點 剛剛講到船嘛 在基岩版本 我們的船 可以用酸繩 酸 起來 沒錯 除了酸生物之外 想不到連船 都能酸哪 不只一般的船能酸喔 帶箱子的船 也能酸 這實在太神奇了 不只能酸生物 還能酸船 第八點 我們的基岩版不但能酸船喔 還能把這些酸繩 放在石 這石牆上面 欸咻 欸對 吸上去囉 雖然大部分的那個結 酸結都看不到齁 這樣子就看得到了吧 真的太神奇了 這是什麼鬼異的結構啊 確定不是BUG嗎 第九點 我們的狗狗可以被酸繩 酸住 這不意外嗎 不過發怒的狗狗 不行喔 發怒的狼群 是沒有辦法被酸住了 那如果你把他酸住 又讓他發怒 會變成什麼情況呢 呃沒怎樣啦 他還是酸著啦 不過這種情況 如果你再把他解開來 那就沒有辦法酸起來了齁 所以要酸住 發怒的狗狗 就是趁現在 瘋狗亂咬人有沒有 第十點 我們的酸繩是可以拿來當成合成材料的齁 可以做出氣球 改變不同的顏色就可以做出不同顏色的氣球了 呃不過這個在教育版才有啦 教育版才有 做出來的氣球呢 綁在生物上面 他就飛上天了 哇這個 趕快加入到麥塊原版吧 不要只在 教育版才有了 這個太有趣了 以上就是你可能不知道關於酸繩的十件事了 現在應該沒有多少人在做酸繩吧 畢竟流浪商人直接送你兩個 沒有史萊姆球 也有齁 所以應該大家不會缺酸繩了吧 感恩流浪商人 讚嘆流浪商人齁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